我先提供给大家还记得 卫权嘛 顶新的卫家事件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面积行动还在持续进行 上个星期五卫权召开临时的董事会 那么小的是空大教授沈中原 代表康胜投资 已经被选为所谓的法人代表 进入卫权董事会 不过算在时间今天才第四天 他请辞了 正式要退出卫权的董事会 他刚刚才接受采访 也证实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正式请辞之后 待会他是在空中大学任教 空大会正式发文给卫权说 新闻空大不同意 沈中原担任卫权的董事 所以才要请辞 这一请辞明天正式生效 才四天就有人决定要不玩了 卫权问题怎么解决 顶新问题怎么解决 大家还要再来关注 不要选举就忘记要灭顶 据说那个牛奶已经回销了 销售回温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现在 继续讨论话题来看到说 在台北市选情的部分 这几天就胶着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关于联系的枪伤 到底应该要感谢谁 其实联家的发言 对选情有没有伤害 恐怕是有的 好 那这个问题 原本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 当初在这个开刀房里头 真正的帮联系们动刀 是这六位医生 好 那六位医生 主治医生是谁 是汤月璧 好 这个整形外科医生 所以并不是柯文哲 那当然是柯文哲 柯P他之前做了一些 打电话绕人 绕到最好的医生 来帮忙联系们开刀 这是事实 这也没有错 但是要看到是 这些医生们 曾经对外讲过些什么吗 不曾 但是柯文哲讲了 好多好多次 而且在过程当中 还曾经被台大发声明 澄清说 没有授权柯文哲来讲 连圣文的病情 当初怎么讲 现在怎么看 我们下面的报道 带您来回顾 这怎么讲 这个我跟你讲 连圣文也没那么勇敢 我才不相信 台大一百多年 不会造假 这个这个这个 难道我身份出来讲 还有问题吗 我就是说生育的人 我才是最大证人 我不是组织医师 也没有看 这个不应该我来回答 随便问一下 你有没有面对面 诊疗过连圣文 没有 我只有那天在 我只有他被送上 电脑断层台诊 进去check一下 他到底有没有问题 因为 因为 因为我只要确定 他意识清楚的 剩下就照 照标准程序做 好我们来看到 在当初的一个状况 从连圣文是 201011月27号受伤 那么在受伤立刻 做了这个诊治 救治开刀之后呢 科匹陆续对外的发言 还讲得挺多 刚才三个时段的日子 我们带您来看了 我现在洪婷 你应该历历在目吧 是 我想整场事件 其实不管就从这个发生开始 一路到这个医院 到台大 这所有的过程 我想我都参与其中 所以其实我回过头来 再看这事 其实刚刚的医院方委员 讲得不错 非常正确 就是说 汤月璧教授 当天 其实帮圣文 清出了数以百计的 这个碎骨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第一 永恒更新意愿 其实是拒收的 而在拒收的这个过程之中 这七分钟 是我们在联络 相关的这个事情 包括就是说 病人 就是圣文现在 当场的状况 还有他对什么样的 药物过敏 这些部分 所以柯文哲在这里面 负责了什么 我想还原事实的经验 跟大家报告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六位医师里面 心脏血管外科的 主治医师吴一辉 跟荣总医师 叫林芳玉的女儿 林芝云 这两位是柯文哲 当天安排进去的 那其实他们跟真正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手术 跟真正的都无关 而是柯文哲提到 就是说 这件事情知识体大 所以需要这两位 去做证人 免得发生了 什么样的状况 那他觉得他担不了 这样的一个证 所以我想柯文哲医师 以当场一个 这个所谓行政医师 这个在做 这个创伤医学部主任 然后在做所谓的 就是说这个 人员上的一个配置 这一点我们是 非常感谢的 但还原到事实的真相 所以当家人 当连家的家人 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难免 就像有刚刚 林芸芳委员所讲的这一样 当天清碎骨的 是所谓糖尾鼻糖医师 在做整形外科 在做耳鼻口科 这几个医师 是戴医师跟刘医师 这几个部分里面 柯文哲完全没有 参与过任何的 就实际上的一个操作 当然他做这样子的 一个调度 我们非常感谢 因为非常感谢 台大医院所有的医生 当天所对 盛文所做出的 这样的一个贡献 可是实际上 我们在看柯文哲 其实他爱讲病人的隐私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除了讲盛文的隐私以外 他也讲了 我们这个邵小林的隐私 还有前几天 阿扁的 还有前几天金普聪 就这些部分了 所以我比较怀疑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人 他在这个时间点上 常常去讲一些 他不应该去讲到的话 或超越他指责所讲的话 甚至我们在看 前几天他历历在目 在地方上的言论上 他都讲 他说国民党 现在只剩六招了 第一招就讲买票 试问有哪一个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 居然可以公开指控对手阵营 有所谓的六个澳部 而这六个澳部 完全没有相关的证据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市场格局 该做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人 所以我一再地强调 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政治理念非常的重要 他到底有没有一贯的一个思维 他对经济的看法是什么 他对政策的看法是什么 而当你看到 就是说 他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不意外 就是说包括现在网军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剧烈的反应 确实连家在这上面 两位长辈有失言 确实在这上面有失言 可是这个情绪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整个不一样的不对等 这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相对剥夺感 是好 是不是相对剥夺感 这些不对等 是不是在这里连家 特别刚讲到的 连夜连奶奶该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重点是什么呢 刚讲到 动刀的医生是这四位 唐岳碧 戴志浩 刘家明 以及周乃宽 这四位医生 特别柯P安排来作证的 有两位 吴义辉跟林芝云 如果今天连家人不说话的话 是不是整个事情 当然觉得都是柯P的功劳 那对这个在里头 开刀房里头的医生来讲 这又是何等的 应该怎么去帮他们的 当天的鞠躬绝尾 是不是在这边被隐藏下去 这似乎也是不对的 好 所以我们要看到 其实这六位医师当中 有人认为说柯P怎么声音 特别的大 都是他在讲 所以我要请教的是 这个郭委员 那柯P 我们说最管不住 是他的嘴巴 那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台北市民 你要来检视是什么 你要指引一个 什么样的人当市长 以后台北市长 以后会不会也泄露了 你的检举信函呢 以后台北市长 对于像对高嘉瑜 对于雄庭 以后我们去咨询他的时候 直接对你们的性别 做歧视 做谩骂 大家可以接受吗 郭委员 柯P从来没有主动说 他抄刀 抄刀我不知道是谁去传的 他事实上都是被动去访问 然后他说他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诊断 一个是组合这一群医生 那他确实有去现场 看了一下连胜文 那不是他抄刀的 这是事实 对他到昨天记者问他 才说对我没有抄刀 不是啊因为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选举很复杂 就是说 连胜文本人跟柯P本人 事实上都没有讲重话 那连胜文也许在 气搜网军讲了什么 可是那个不是柯振宇嘛 就你不能把蔡振元的话 都当成连胜文的意见 连胜文确实是个懂礼貌的小孩 可是他身边有蔡振元 也有说人家贪污洗钱的罗书磊 那这个都要归到连胜文吗 那这个事情就是两方 如果都讲极端的话 那坦白讲大家都听不下去 第一个就是说柯文哲完全没有角色 这人也听不下去 那你说这都是我一个人 来帮连胜文的 这个人家也听不下去 是是没有错 刚才我们代委员也看到 在当时的时候 事发的三四天之后 柯文哲出来讲了什么 让台大院请他闭嘴 这也都是过程 也都是事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连胜文的枪伤这部分 是柯文哲在消费他多 还是连胜文拿出来在这里 希望能够得到选票多呢 为您来做整理 10月3号的时候 那时候MG149的新闻在发酵 台大医院救过连胜文一命 请你要有点感恩的心 这是柯P在讲MG149这个事情 然后最新的 就是在辩论会上面 他讲说 我说我是墨率的 是为了证明你的枪伤是真的 在这里运用了枪伤 做了政治的解读 那么大家觉得 这句话讲的是 那天辩论会的经典 但经典过后呢 大家看到背后的撕裂是什么吗 那么最新昨天呢 终于面对记者有人问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 面对面的诊断过连胜文 他才说 没有 嘉宇 这就是你们支持的市长人 柯P都是被动的啊 第一点 台大医院救过连胜文一命 那是因为说 罗素雷一直打MG149 所以柯P在帮台大医院说话 说 其实这些账户 本来台大医院就有这样子 那么去打罗素雷就好了 所以说不需要拿这些 把台大医院的医生 全部一网打尽 那第二个也是连胜文在辩论的时候 先质疑柯文哲是不是墨率 所以柯文哲才说 他当初说他是墨率 是为了证明他的枪伤是真的 是为了社会和谐 这个在刚刚2010年的影片记者 他说不然你们会以为是造假 所以一切的一切 其实柯文哲他的发言 都不是要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可是今天是谁把这些挑起了 是连家 是连方语 其实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 选举不能没有人性 选举还是要厚道一点 其实就帮助过我们的医生 我们都会很感谢 但是柯文哲 有没有一直挂在嘴边说 我救过连胜文 其实并没有 可是连家有没有需要 这时候把这件事情挑起来 昨天那个红酒 大家也引起之一 周守迅今天还说 柯文哲不能收红酒 可是相较之下 连家这个沁身 可以一个晚上花100万 自己连胜文喝的红酒是20万 可是他送给柯文哲的红酒 一瓶是400块钱 网友查过那个价格 虽然价格不是重点 但是其实对柯文哲 或者是对这些医生来讲 他们救人其实是不分蓝绿 他也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柯文哲自己都说了 我一天要救多少人 我不会每个人去数 我想这样这是对的 像刚刚讲 那一瓶红酒到底是多少钱 我相信医生文 为什么和柯P的太太陈贝奇要去查 因为如果超过这个所谓的一千块 五百块 一瓶五百块上线的话 是不是他们也会在这有问题 所以他必须做这样的解读 那这个时候 这个500块 400块 对照这个不管叫20万 几万块的 其实这就是选举的操作 选举应该要有人性 对不对 我们回到人性 我觉得 因为连在那一天 讲到那个失言的话 其实我人在现场 然后我感受到 他不是要羞辱别人 而是他已经悲愤到极点 因为其实很多记者都听到他讲那个话的时候 其实是很震惊 说你怎么会讲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悲愤是什么 当你的儿子跟你的儿媳妇的照片 被贴在A片的封面的时候 然后对手阵营是默默地享受 这个最后的所得 然后最后跑出来 等到发酵完毕之后 再出来讲不痛不痒的话 当你的对手阵营下面的某些人 然后用地瓜 用地瓜来羞辱你的儿子的时候 然后当你知道吗 连家在台南的祖坟 就绿营的候选人跑到人家的祖坟上面去 去造势 就是一连串 然后我们来看说 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回到过去比较有人性的一个选举的时候 当非常光碟出来的时候 媒体跟我们出来评论的人 我们是要去谴责 那个做非常光碟的人 可是当那个A片抹黑照片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媒体要么不谈 就是刚刚委员讲 那个四个电子媒体要么不谈 要不然就轻巧地带过 这个社会是没有公道的 所以我那些感受到 连在他是因为这样而失控了 那我举个例子 比例原则 连在骂人家混什么 这是不对的 我第一时间我就在我脸书说 他应该要 他是失言应该道歉 可是柯妈妈去骂蔡依珊说 整个水水 每天有来有去的时候 现场的记者是说 哎呀柯妈妈讲得好可爱啊 然后你看所有的媒体 评论电子跟网路 有没有人 有没有用批判连战的 百分之一就好 有没有同样的力道跟篇幅来批判柯妈妈 没有 好那MGE49跟 连胜文的TDR 我们公平来对待 是 连胜文的TDR跟MGE49 在媒体上的曝光跟批判的天幅 有没有相等 没有 然后 那个柯文哲的器官买卖的事情 这是事情是何等严重的事情 你放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面 可是台湾从事情被揭发一直到现在 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政论节目 网路任何所有的公共论坛 有没有好好的就现在所曝露的所有的事实来讨论 没有 好 所以这个比例原则跟双重标准 就你只要碰到柯文哲 就 哈 碰到颜色就 踹到你 踹到你死 所以 再搭配网路 先来网路抹黑造谣 我们再来就来讨论网路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广告